在107年度的数学严习印中 台南市上话国中校长林明宏 开心跟台下学生互动 外表一脸忠厚老实 却被棋底透过公差 公价跟休假期间 乍领三万两千元的讲课终点费 而这些钱是来自该校107年度 向国教署申请的十九万六千九百四十五元 剧毒健康校园计划部驻经费中 他总共有九天的时间 没有上课 然后更要 例如是也没有成果报告 也可以发合下 一般我们做活动来讲的话 或是说有些计划 我们都要有些成果报告 因为他就是没有上课 所以他才没办法做这些成果报告 在调查局获报着手侦办后 李明洪未来要逃避贪污罪 才吐还私吞的款项给台南市交易局 虽说检方念及他无不良记录 且是触犯予以还起诉 但台南市交易局却没惩处李明洪 还让他继续担任校长一职 这让上话国中的教职员超级傻眼 而其实不止这件事 李明洪在校老早就扶贫不断 迅速留在李明洪的分离来的负责 因为这样子就能做到一层就不够 大臣的负责是有点校长不够不行的 没有什么好回应的 我觉得校那个老师都是完整的 对此台南市教育局也说话了 指出12月2号已接获督学回报 局内已启动调查 后续将依其为师情形追究行政责任 必要时也会移送工程会惩戒 但是否能给该校教职员跟学生 一个合理的交代 还有待时间检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